下面请看一组环球财经简讯 贸易信用保险公司玉莲安以周二发表报告预期 在中共病毒疫情的肆虐下 上半年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和新型经济体 将迎来一波急剧的衰退 由于全球多国采取了更严厉的封关措施 全球贸易一季度的影响将达到7700多亿美元 美国财长努钦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周一晚间 对达成一项广泛的疫情经济刺激方案表示有信心 但该议案在参议院受阻 谈判双方周一在两党支持的2万亿美元刺激措施方面 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却没有如愿达成最终协议 他们希望在周二有所结论 美联储承诺了无限量提供美元资金 缓解了金融市场的紧俏 亚古周二大幅反弹 但这仍然无法削减中共病毒造成的经济冲击 现货黄金受美联储使务潜力的经济支持措施提振大涨 前英国亚行总裁金恩周一表示 与2008年相比 中国病毒疫情带来的政策挑战和潜在的经济损害更为严重 局势极端不确定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必须为更多的借贷做好准备 新唐人记者林子轩 杰森中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